那上面這個是從一個小說家王貞和 他《駕東映牛車》裡面的一個影演這樣子 那其實我最早會去想關注所謂的民主運動的基層 對我來講就是他的魅力或者是對我最好奇吸引的 其實很絕大多並不是完全來自於 就是這些民主運動的基層們 他們如何犧牲或他們做了什麼事情 而是因為我在拍上一部片遇到他們的時候 然後他們身上會有一股就是 就是時代過去了 但有些什麼東西留在他們身上 但他們一直跟我不斷講的都是他們過去如何做抗爭這件事情 但這件事情就讓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有趣 我就在想說假設過了20年後或什麼的 就是時代可能在我們身上留了一些什麼東西 那時代的舞台也離開了不是我們的時代了 那就是會不會我們能講 能跟我們更後來的人講的只是過去我們如何抗爭這件事情 但很顯然其實並不是 因為我以往在念就是所謂的民主運動史的時候 很大一個部分它基本上都是從就是 它可能是從所謂的憲政體制去切啊 或者是很多就是比較運動的領導者們 或者是知識分子的視野去切這樣子 那我回到這些所謂的基層者身上 其實並不全然是要再只是去記住他們 而是我覺得在他們身上有一些就是 經歷過了一些什麼東西 那那些東西其實它比較難以被文字 或者是它在過往比較沒有那麼直接被留下來 那我基本上在這四年 就是從2015年到19年這四年中間 結果我試圖去做其實是 我想看看就是在他們身上我們能看到什麼 那那個東西並不只是去記住他們的名字 或者是就是他們到底就是 怎麼去對抗所謂的黨國這件事情 或者是對抗很多 然後這個是我等一下就是那一個片段裡面 另外一個長輩叫王勝宏這樣子 對然後好 這是因為我原本是想說 先從那個就是為什麼會拍紀錄片講起這樣子 對那我快速的講一下 我覺得我等一下播完片段之後 我可以來多講一些就是 上面是一個就是 就是大佛普拉斯的導演黃信陽 因為他在還沒拍劇情片之前 他有一部紀錄片叫《虎爛三小》 然後因為我其實是 因為我原本剛挺好介紹 我原本是念畫工的嘛 那我其實是在就是 要升研究所 就是我在考研究所的時候很無聊 然後就是跟著朋友們去上電影課 然後我其實是在就是大學快畢業的時候 才開始接觸電影 那 但我高中的時候就很喜歡文學創作的東西 那時候也在寫東西 那但後來我其實基本上是比較選擇的影像 或者是紀錄片這個媒介這樣子 對那其實我覺得 很多東西他比較是文字很難以去描述的 對那 我們就先進入那個 就是我等一下這個片段 好 我不知道他可不可以就是 我等一下把它放到最大看看 對那 來 來 你看到這個團隊啊 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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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昆哲君郎 10點 我們要 請看 這個 賣句 先把10點 提起 等一下吧 李昆哲君郎 提音樂 李昆委員的選票 請記請記來生 這個 這真的不管 太大了 這真的不管 這真的不管 對吧 能夠 成果 是 那 那 這個 很少 這邊要放到,我們的女婚者, 喔! 要幫忙,我們在搶, 我們在搶人家, 好,我跟這家一樣,好! 好,我跟他這樣, 我跟他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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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們這樣說,好嚇唄, 我只是想你, 我知道, 所以, 昨晚,你都看你兒子, 我就說, 你兒子在外面賣話, 我都會這樣, 別賣, 我都會這樣, 我不會有關的事情, 王愛說話, 好! 好,謝謝,謝謝! 好。 這樣穿一層 再去腳往爪 好了 再去 再去鴻鴻屋 感覺上,你不要給花? 你不要給花花?你怎樣? 紮起花花嗎? 還不要給花花 你記著是 看還是要給花花嗎? 我帶幾個年輕人來這裡 看我們的農民教室 你給他一說是人家人 還記得你來一下 我想說你的農口好了 哎唷 教室要來看教室不是 我沒有跟你說而已 你有沒有 沒有啦 本錢就是要這樣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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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那个失落倒不一定是 他不是失字 而是某种失落是一种 就是时代已经非常的不同了 但比如说黄才望他不会使用电脑 但他的朋友会 就是他刚刚另外一边 那个王胜宏大哥他会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呃 在他们身上有非常多的一些 就是某些失落 但像刚刚这个就是黄才望他比较算是 就是等于说 因为他以前就是从 从以前他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帮忙做选举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呃最左边呢 就是他以前就是他最后有出来自己想要选市议员 但没有选上 然后他就是他的那个名片这样子 然后他名片下面呢 他就会有很多就是 他帮很多人去助选过这样 他从大概上面有写的是1983 但他其实更小的时候 他从很小的时候他就是 一直在帮忙做助选这样子 然后最右边这个 小钢炮郭雨薰味农民请命 流氓书生李万居穷途潦倒 大炮郭国基恨嫂沈议会 其实我在呃拍摄的过程里面 然后在跟这些长辈接触的时候 大部分很多时候他们呃 这些人名我其实都没有听过这样子 应该说他是第一次接触 就如果我便没有在以前的所谓的历史 呃民族运动书籍上什么等等 看过的话很多时候他其实是新的 所以其实我在呃拍摄的很早期的时候 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欸就是我跟他们基本上 税数差了这么这么的多 然后他们所理解的那个时代 或者是就是或者他们希望跟我讲述的东西 其实有很多的背景资料 对我来讲他其实门槛非常非常的高 就是基本上呢所谓的政治体系 其实这尤其是政经环境是完全不一样 就是1980年代1990年代的台湾 那时候他们的就是可能选举制度啊 或者是什么局势等等 跟现在他其实是非常的不同 但因为呃 这些长辈就是他们很多人蛮非常的有趣 那但其实他们他们很想跟我讲很多的东西 但往往又会是他们过去做了些什么这样子 对所以基本上呢呃 呃我那支纪录片基本上其实就是呃 在去处理这件事情 对那呃呃我先往我先往下介绍一下黄才旺 然后我等下会一边讲到 好 那个奉桥公 就是在桥头事件游行的时候在这边游行 然后黄才旺他其实呃在非常小的时候 他是在呃台湾的一个比较南边一个叫高雄的地方 那边有一个县叫一个桥头 那边有一个堂场这样子 那桥头刚正远起义其实是呃他们其实他在非常小的时候 其实就看到呃就是因为当时高雄有非常多的所谓的党 党外他其实是从那边兴起 就那边有一些所谓的就是非国民党的一个所谓的比较民主自由的人士 对所以其实呃他在很小的时候刚刚上面大家看到就是呃右边这几句 然后其实他们小时候觉得就是因为那时候大概是呃可能 就是等于是美丽岛之前 然后他们那时候其实是青少年青壮年的时候 然后他们其实在所谓的很多的党外杂志里面 他们其实会看到很多就是像右边这样子的标语 或者是他们会看到非常多 他某种程度上就是他们当成漫画书在看 就是等于说他们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吸引人 那那个吸引是其实因为呃有几个因素 其中一个是因为他们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在成长的背景里面 可能家里其实对于就是所谓的呃呃呃 国民党的政权其实有很多的不满 或者像可能在日常生活里面受到一些就是 就是比较不平等的待遇 但那个东西他们就是他基本上就是当时党国是一起的 所以他会归因于党国 那就是在种种这一类的原因里面 他们其实就是很早的时候有些人他们对于就是呃 我第二个郭国基原型就是对于当时比较能够在所谓的党外 然后就是体制以外可以就是有所可能他们是省议员啊 或者是等等他们能够有讲话有分量的人 然后甚至他们能够是公然的去批判国民党等等 或者是他们能够就是有所就是有所对于党外人士有所号召的这些人 他们其实是觉得非常的佩服 那对于呃呃呃呃呃呃應該说对他来讲 应该说对很多当时的一些基层来讲就是所谓的民主自由这些概念 它其实是更后来的 因为我觉得在所谓我的党外它基本上比较像是一个江湖 至少对于就是呃呃呃呃这些基层来讲他比较像是一个江湖 就是現在就是可能中央或是帝都那邊亂了 那就是我們現在要起義就是把它推翻 或者是我們要有所改革 我覺得基本上它比較是一個江湖的概念 所以基本上所謂的民主自由或者是選舉 它其實是我覺得它是在一開始對它們來講 就它們在因為它們都並不是知識分子 就它們書都沒有念的特別的高 所以它們一開始會比較是就是因為很多就是 我剛剛講的它們可能因為家庭的家庭背景的因素 或者是有些人它也不一定是家庭因素 而是它可能看不過去 但它心裡有一些比較所謂的狹義的一些因子 所以它們其實在那個年代它們就是開始去參與 那剛好所謂的黨外的那些就是投仁們 它們成為了一個圓形 就是像比如說黃財旺非常的特別 因為我在接觸非常多就是所謂的民主運動基層 尤其在台北接觸的時候 非常多人其實對於就是所謂的選舉這件事情 或者是民進黨後來在1990年代之後走入選舉 這件事情是非常的不以為然 就是它們並不覺得 就是它們覺得某種程度上民進黨背離了當初的初衷 然後以中華民國的政權為一個殼這樣子 對 但黃財旺呢它其實非常的就是熱愛選舉 就是它基本上它一生是為選舉 某種程度上它是以選舉而獲這樣子 就是它總幹 它就叫自己是選舉總幹事 對就是等於說它其實從很小很小的時候 然後它們就在就是橋頭那邊的甘蔗園 然後它們就是因為看到郭柏西或是很多的那些前輩 然後它們覺得很威風 就好像灌上台灣兩個字 你當了審議員就都可以灌這樣子 就是它是某種就是打爆不平的概念 所以等於說它們其實從 就是剛剛在它的名片也看到 它們從很小的時候它們在就是就幫了很多人 即使高中生國中生的時候 它們其實也是去幫忙發傳單 然後甚至就是它跟它另外一個夥伴 戴政要我等一下會講 就是它們其實是從國小同學 它們從小來一起長大 然後它們就在甘蔗園裡面 就是它們就有就是去練習就是演講 就是等於說剛大家看到那個黃財旺 它是拿著那個麥克風來講 所以它其實是從很小的時候 它是在練習這件事情 所以它並不是 但它練習的時候並不是因為選舉 而是因為就是它 我覺得它某一天覺得 如果它可以當上就是像郭國基 這樣子的一個地位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會有 它必須要先訓練它的口才 對那當然到了後來就是 它其實就是一直在幫忙做選舉這樣子 那它平常其實它是在賣馬達 就是我在就是我的紀錄片 或者是我上一次講的裡面就是 得那兩位主角 曾馨穎跟康偉朗 他們基本上其實就是 比較屬於等於他們後來他們的 就是經濟狀況沒有那麼的好 但其實黃財旺 它並沒有就是它 它等於它是比較屬於就是家庭 跟它一直參與運動是堅固的類型 然後它的太太是外省人這樣子 但他們家裡其實本身是非常討厭外省人的這樣子 因為他們以前他爸爸被外省人欺負過這樣子 對 但因為就是那時候就是 他們反正就是愛到 然後他太太 因為他太太也不是 他太太的媽媽是屬於本省人 然後就等於他太太其實 台語講得非常的溜這樣子 對 然後 但因為他太太跟他結婚之前 並不知道黃財旺這麼的就是 熱愛民主運動 就是他們結婚之後可能就是 就是騎車經過 然後旁邊有人在助選 黃財旺會就是想要把車子丟下 然後直接跳下去幫忙助選 就是他大概基本上 他的狂熱程度是到就是 呃 這種程度這樣子 那 美麗島事件的時候就是 黃財旺就是他有就是在 比較邊邊角角的參與 但那時候也有被找去約談 然後其實是 他太太剛好那時候有認識 人在就是警察局 然後反正就是他有先打電話去 請就是好好的對待 不要太 他對他先生怎樣 所以就是其實某種程度上就是 呃 但因為黃財旺他也不是 屬於那麼中央的人 他其實大部分的時候 其實是在做生意 就是等於說 因為選舉 呃在 因為他那時候畢竟是 呃197多年 那時候其實 呃選舉還沒有那麼的 多 然後那時候的所謂的民主運動 或社會運動 也還沒那麼的多 因為更多的時候 是大概在1985之後 才會比較多 而且那時候很多是距離在台北 所以他那時候其實還沒有那麼多 所以他其實比較多的時候 因為是在賣馬達 他就自己開店做賣馬達的業務這樣子 對 然後當然他到後來 他有想要參選 對 就是我剛剛 就是上面看到 那已經是他要參選的時候 但其實因為他參選的時候呢 他並不是一個比較就是 他不是知識分子出身 然後他也沒有就是所謂的 就是他家事也沒有很特別 他們家就很窮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他其實 呃那時候民進黨很多人要選 所以就是 就是基本上他有出來選 但基本上票沒有分到他那邊去這樣子 對 所以等於說他就是 呃 某種程度上 他現在會比較自稱是議員的駐產婆 那剛剛大家看到的 那是2016年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他其實已經 呃 他已經有好幾年 就是不太有人去請他幫忙助選了 就是他在過往其實非常的多 因為我去找他的時候 他其實基本上可以把就是 高雄很多地方 欸這一區就是大概就是 呃 選民結構是怎樣啊 然後或者是他要怎麼去拜訪選民等等的 就是他某種程度上 你可以說他是 呃所謂的條阿卡 但他又不是 因為他從很早的時候 就是在還沒有所謂就是 呃就是 因為他也不是做會選這件事情 而是他基本上是自己就是 某種程度上是理念認同 在所謂的 這些基層的工作者來講 很多大部分是理念認同這件事情 那 甚至他有的可能幫了某些議員 但他下一次他如果不認同那個議員 或他覺得那個議員只是就是 呃 並沒有真的想要為選民做事情 他也不會再幫他這樣子 對 所以基本上他們某種程度上 有一些比較狹義的性格 那只是說 這些性格 每個人的位置會不一樣 有些人可能他如果在台北 他可能就會更接近 就是所謂的 就是 呃民主運動的中心 那但像 黃柴王他在高雄 然後 所以他基本上他就非常接近地方這樣子 好 然後剛剛裡面看到另外一個是 王勝宏這樣子 那 呃 王勝宏他是嘉義人 但他其實是在 就是呃 所謂經濟發展的那個年代 然後他就 就是 去 呃到關渡 我忘了是王永慶還是誰的談 反正那時候有台灣很多的工廠 反正那時候有台灣很多的工廠 所以他那時候是從 呃台灣的南部 呃中南部的農村 然後就是去 就是來 來北部工作的 對 但他就反正他最後 因為選擇了就是 回去到 南部 然後他一直以來 他 因為我在跟他接觸的過程裡面 然後他就說 他以前可能在嘉義 那時候一樣 檔外許世賢 就是他可能有接受了很多 就是一樣是 所謂的 檔外投人的演講 所以他有一些就是 想參與 但那個時 那個年代就是 要參與的機會不多 所以其實一直回到他 等他回到 就是高雄的時候 然後在高雄的時候 就是那時候是 呃余登發的女婿 黃友仁要出來選舉 然後他反正 或者是 呃那時候台北 給陳婉生跟陳古藝聯合選舉 就是他基本上其實是 一直等到 後來有就是 選舉的機會 然後他主動去 服務處說 他要當義工這樣子 對 所以就等於說 以王勝宏的路徑來講 他並不是像那個 剛剛洪才望 他就是可能從小就是 就是 呃 就一直有一些 就是參與的機會 對 就是因為 其實王勝宏他其實一直 一直 並沒有這樣的機會 一直等到他回高雄之後 然後那時候開始 選舉再更 就是 呃 他其實才慢慢的有 一些機會這樣子 然後 修身其家自國平天下 這個是 呃因為其實在 這些基層工作者們 他們其實在 很多 很多人在當時 會就是 不賺錢了 然後就去 投入所謂的民主運動 這件事情 那就是 呃但王勝宏他也不屬於這一類 就是 他因為他本身是那個 就是 他也是 他本身回高 回高雄他也是做工廠工人 然後但因為他是輪班子 那反正他有一天就是從高雄 因為他們那時候 就是已經 呃198多年 然後他們 大部分的就是所謂的 戰場其實是在台北 然後他們可能要從高雄 或是很多地方的人 他們要從台灣各地 然後他可能要包車去 就是 要來台北這邊抗爭這樣子 然後有一次他是在 遊覽車上 然後那時候有一個叫做 欸 是遊虹嗎 還是反正是 遊青的弟弟 然後反正他們在高雄遇到 然後就問 問他說 欸 聖宏兄就是你怎麼有空來抗爭這樣子 你靠什麼衛生 不用吃飯嗎 這樣子 然後王聖宏就很打趣的說 就是我當然有工作啊 就不然要吃什麼這樣子 然後因為王聖宏他就是 有一次就是 因為他可能身邊其實 或多或少 其實很多人就是在投入 這些運動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有一些 有所成就感的 對 就是我等一下再補充講這個 但他那時候就是在 因為他有時候會負責就是包車 上去台 上來台北 那他就會跟很多人說 就是大家可能要先把自己的 家裡的經濟先安頓好 就是 就是他有一點有感而發 因為那時候就是 我基本上我都會問他們這件事情 因為我其實在 呃 一開始接觸所謂的 當時 80年代90年代這些所謂 所謂的基層的 運動者的時候 呃 剛好我一開始接觸到了幾個人 包括就是我 《狂飆一夢》裡面的兩個主角 他們的經濟狀況都非常的不好 這樣子 對 所以然後 然後 但因為他們又沒有舞台 就等於說 呃 但他們本身可能 原本的價值就沒有太好了 但就是因為他們到 就會覺得說 欸 就是你們付出了那麼多 結果你們現在就是 可能房租 下個月再擔心你的房租 或者是 甚至有些人 就是他最後因為就是 呃 可能一直 在當時非常熱衷於做運動 然後可能離婚 或者是 呃 很多種種的 或者是很多會兒女不認 當然 兒女支持的也有很多 但有很多是兒女不認她 這樣子 對 所以 我就會覺得 欸 這樣到底就是 呃 知道嗎 或你們為了什麼 這樣子 所以 王聖宏那時候就是 修正 所以他自己會覺得就是 他自己的概念上 他必須要先把家裡補好 那剛剛 呃 黃財旺他也是屬於這個類型 就是他們基本上 他們對於家庭其實是 呃 比較就是 都是同時堅固的這樣子 因為我剛好就是在上一次的演講裡面 講的 真心儀跟那個 康威良他們比較不屬於這個類型 就是 對 那 好 與戴正耀相遇就是等一下我要講的另外一個 一個故事這樣子 然後 我講一下剛剛那個 那個片段 就是其實剛剛那個 那個片段 原本 因為我原本是想要做四個人嘛 然後 呃 黃財旺之水那時候會覺得很有趣 就是一個 呃 就是他好像一直 不放棄 但 他其實好像也不知道該怎麼做這樣子 就是有點像 比如說 呃 很多人在 當時都是屬於 呃 意義上 不一定是真的有入民進黨 但在意義上是所謂的 呃 黨外基層或黨工 因為在當時其實呃 所謂的 當時的民進黨跟現在是不一樣 他比較就是一個很混合體 那時候的黨工跟現在的黨工很不一樣 那時候的黨工 並不是像現在他是一個 就是有資新的就是 就是 基層的員工 這樣子 當時的許多人他們是 自己就是 可能掏錢或是認同理念 而前往去參與的 對 就是 這是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這樣子 那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就是 呃 在剛剛那一段的時候 他其實比較是一個 我會再把它拿出來放 我覺得他 對我來講 他還是有一點點 某種小人物的 一種 無所適從的一個感覺 那 那個東西他其實是 就是我在 做這個案子 一開始時候的一個 就是 某種 吸引力 對 那 我等一下會再播其他的 一個 一個片段 然後我先 講 我今天可能主要會先講 這些歷史 然後可能 我個人的感想會 偶爾交叉叉這樣子 對 然後 然後 戴政耀 戴政耀呢 可能有些人知道他 然後 他基本上呢 他其實在以前 當過台灣的農委會副主委 在陳水扁當總統的時代這樣子 但 呃 戴政耀他其實非常的不同 就是 因為我在拍的過程裡面 偶爾會碰到很多政治人物 但就是 戴政耀因為我碰到他的時候 他其實 還是在高雄他的那個 就是 他的農場裡面做 做田這樣子 就是 基本上他是一個非常樸素跟正直的人 這樣子 然後 呃 戴政耀呢 基本上他其實 跟就是 剛剛上面兩位 他們是認識的 然後他們在高雄當時 因為他們都是 大部分都是比較農家出身 所以他們在高雄當時 有一個叫農民教室 所以他們在當時就是 在高雄做一個農運這樣子 對 呃 戴政耀他本身也是橋頭出身 他跟黃柴旺是 國小同學 那他們 一樣 就是剛剛講的黃柴旺很多東西 都適用於戴政耀身上 就是至少 就是在他們高中時期 就是他們就是 送了 檔外雜誌很多東西的影響啊 然後 就是可能希望可以 衛民喉舌 或看不過去等等 那 那 黃柴旺呢 戴政耀他其實在 呃 1987年 那時候附近 他有去韓國跟菲律賓 菲律賓的農運去交流過 那 他當時其實 呃 我剛剛講他有一個農民教師 他基本上在做農民的組織訓練 因為戴政耀他其實在台灣美麗島事件的時候 他就被關過 那他那時候就是被關進去的時候 就是 因為他在被關之前他就有去當過鄉民代表等等 就等於說他已經是一個小小一個地方小小頭人這樣子 但他那時候也都還是很窮的 那 他那時候就是覺得說 欸為什麼就比如說很多黨外的人被抓或什麼等等的 就是 他可能生事平常生事非常的耗大 但他被抓了之後就沒了這樣子 所以其實在美麗島事件的時候 他們有非常多政治犯被抓進去 然後他那時候就遇到一個老司叫紀萬聖的一個政治犯 反正他就跟他說出去 就是他如果離開監獄之後他要做組織 因為我有做組織 然後你去把就是可能農民或是人民集合起來的時候 你才不會就是在被捕的時候就是 或者是被打擊的時候 你就是一盤散殺 然後沒有辦法就是持續做下去 對 所以其實 他在出來之後他就不斷的去找人做 當然他那時候第一個去找的是那個邱毅仁 我不知道邱毅仁現在是什麼職位 但就是基本上邱毅仁在 在當時就是他其實對於很多基層的影響非常的大 因為他就是非常提倡做某些組織方法這樣子 那這些很多基層的人 受羞毅仁的影響非常的大這樣子 然後我們可以先看到就是 圖片左邊就是農圈會 然後那時候他也跟一個就是那個 洋亞雲的服務處掛在一起 就是基本上呢 他們其實等於說有一點是 一些草莽 就是他們其實並不是一些什麼家庭背景很好 或是因為知識分子 因為一些知識理念而有所特別啟農 但當時呃 戴正耀出獄之後 他就是開始就是去找就是高雄各個地方的農 就是農民 因為但他們一些比較有所謂反抗意志的農民 然後他去把他們就是就是一一的就是摳在一起這樣子 然後所以他們在農民教社的時候 他們也是找了從台北找很多 其實當時主要是以新潮流為主 就找了非常多的人 然後就是下去就是可能去講課 講怎麼就是一些就是怎麼 其實基本上講的他都是一些比較概念性的東西 比如說誰是剝削者啊 什麼是階級之類 他們其實大概基本上他們有很多很多的課程這樣子 對 那在當時其實因為 呃也還是 呃是1908多年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就是他們也還是很常跟行事單位玩躲貓貓 但其實因為那時候 戴正耀基本上他已經經歷過美麗島 他已經被關過出來了 所以他基本上那時候他們其實不太就是怕他 然後戴正耀的家裡的人基本上也非常的挺他 就比如說有一次就是他可能要跟別人會合 要搭火車然後來高雄 然後但行事單位可能就把他家 他把農民教室附近就是圍著團團轉 然後農民教室是在一個巴勒園裡面這樣子 對那就是基本上他的非常他的幾個弟弟 因為他很多很多兄弟這樣子 然後就是他們就有人負責開車 然後有人就負責偽裝然後去引開就是 就是其他的行事人員 然後讓他就是自己出去招計程車 然後可以來到台北這樣子 對那我覺得要對我來講對 我會比較崇敬他的一件事情是 就是有些人可能有聽過戰異化 有些人可能沒有 我等一下會講非常大篇幅關於戰異化的部分 就是戰異化他其實在1989年 在台灣就是鄭南榮出兵的上禮上自焚這樣子 對我等一下會講非常大一部分的戰異化 那因為戰異化在就是他從 他從事所謂的社會運動民主運動 基本上只有四年的時間 那他基本上兩年多的時間 其實是在藥婆戴政藥那邊 那呃 戴政藥基本上就是 因為他也住進戴政藥家裡 所以 因為戴政藥當時他家是在高雄 其實算是一個旗善地 就是很多人就是去 去南部都會找他這樣子 對所以 在戰異化自焚之後 他 包括現在的那個 戰異化的園區或者是戰異化的 很多東西是他那時候 他們就堅持去催生出來的 然後戰異化現在在戰異化紀念園區 那個銅像在藥婆家裡放了超多年 這樣子 就是他一直想要 因為他們當時在戰異化自焚之後 也要做三件事情 然後最後一個事情 是幫他做一個紀念園區 但這件事情弄得非常的久 好 我等一下會講到 好 好 這就是農民教室的現況 這其實就是剛剛大家看到的 就是 的樣貌這樣子 然後他基本上 以前好像聽說是個草寮這樣子 就是 這個等一下大家可以傳閱 他後面有一個 就是當時的一個樣子 一個樣子 大家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然後這是大家要當年選去的一個東西 這樣大家可以傳閱 然後 當時也有非常多的就是 在高雄的大學生啊 然後就是他們可能要做一些 農運的訓練什麼等等的 都會來這裡 但他們其實也不只是農運 應該說那時候 他們其實並沒有特別 就是說 只限於農運 而是高雄有很多 包括環境環保的東西 他們也都會互相的去 支援來支援去的 好 這是王瑟宏 然後這是以前裡面的樣貌這樣子 好 進入詹役畫的一個片段 然後 大家可能很常看到 最左邊的 就是這張照片 就是 詹役畫 然後他身上 穿著紀念正然老服裝 然後火燒著他 然後他有點 呃 他們的比喻是 御火鳳凰這樣子 就是的一個比喻 然後大家也很常應該看到 右邊的這一段話 就是 他是來自 戰役畫的日記之類的 呃 我稍微念一下 我們常聽到 也常講到的公義 愛尊嚴 但我們是否落實做到 社會上落者 權益是否落實 替他爭取人嗎 我現在拿出頭石 挑單石 嘗試考這些問題 台灣社會上 落者在哪裡 他們被變成 落者是什麼原因 是什麼人造成 是什麼事演變 現我不敢有什麼結論 我制定一個方面 跌倒成為落者的人 我站立在那個地方扶起他 好 呃 這可能是很多人對戰役畫 就是基本上 呃 但我覺得基本上 右邊這一段話 他呃 體現了很多在 呃 80年代 90年代 那時候所謂就是 呃 來自市井的 各地的 所謂基層的 運動者 他們對於就是 這個社會的人道關懷 這件事情 就是他們很多人的初衷 我覺得基本上 可以用這段話去 就是 去講 就是很多時候 其實在所謂的 呃 民主跟自由的概念 對於這些 基層工作者們 他其實是後來的 就是他並不是因為 所謂的 要爭民主 或爭自由 而開始去 有所參與 很多時候他們其實是因為 在生活上他們碰到了 我剛才講 碰到了可能一些被 被欺壓 或是因為有人對他很好 但他以前 並沒有被這樣關懷過 或者是 呃 可能就是 他以前 他可能聽了一場演講 等等的 但他以前 並沒有去思考過 這些問題這樣子 欸 我把我這 另外兩本 我先拿去給大家傳好了 這什麼時間 呃 我簡單介紹一下 這一本呢 我等一下會講到 就是他就是 張英華當年製粉的時候 但我不知道他詳細出版 他上面沒有寫出版日期 然後他就是一個紀念文集 他是算是最早的 就是在 就是真行寫書之前 他好像就有 然後裡面有很多 就是他當年的一些 就是別人寫的文集 跟他的一個 算文字吧 對 那有一些我等一下也會在裡面看到 然後大家可以就是傳閱 然後呢 另外一個小本 他是 就是 Urm台灣社會運動 從無縫事件談起 對 就是我等一下在後面 我會講到 Urm 那基本上 Urm他是一個就是 呃 呃 呃 他是從 他是基督教來的 然後他 他基本上 台灣在1980 90年代 之所以就是 呃 社會 就是這些基層社會工作者們 很多人都參與過 他基本上他是一套方法 他可以就是讓就是 呃 所謂基層工作者 或者是人民 他們如何彼此的去做組織訓練 然後不至於成為一盤 散殺 那他後來比較有名的 呃 大家比較有名的應該是聽到 就是非暴力抗爭這件事情 對 那基本上就是從 就是 我等一下會 會有 就會講到一點無縫同鄉運動 那基本上最早的時候 包括 呃 就是 詹義化 然後剛剛就是那個 戴政要他去 呃 韓國跟非育兵交換 也是因為Urm而去 這樣子 然後我等一下會 也會講到 那 好 我想說 這個先 算 好 呃 我來介紹一下詹義化 是誰 這樣子 那 詹義化 呃 左邊這張照片 大家看到 就是拿麥克風的 這個就是詹義化這樣子 那 他過世的時候是 31歲 還是32歲 然後大概參與 這支運動 基本上是4年 那 呃 呃 有些人知道他是 他是從嘉義主席出生 但他從小是阿嬤帶到大的 因為他爸在他蠻小的時候 就被關去綠島了 火燒島 所以呃 我沒有細問 但應該是因為管束的關係 就是 就是那時候可能 呃 我不確認 這個我不確認 但基本上他爸很早的時候 就是被關 就去活那個綠島被關了 他爸現在已經過世 然後因為我那時候 其實在幾年前拍的時候 就是詹義化他 呃 我原本想要獨立做詹義化的片 所以那時候我跟耀博 有去防他爸爸這樣子 對 那 好 那所以他爸從很小的時候 其實就等於說 比較不是在他身邊 那他是他阿嬤帶大 然後詹義化他出 呃 他念書 他很早之後就沒有去念 他那時候後來跟著媽媽來到台北 那 後來他經歷過去跑船 然後他也去就是做過一些 就是可能基層的一些術物的工作 好 在那之前他其實都並沒有去參與到 其實所謂的社會運動這件事情 那 桃園機場事件呢 是他算是參與一個比較第一次參與 然後比較大被打 那之所以他其實就是會 會參與就是所謂的社會運動 其實是因為他去當兵的時候 然後他在當兵的時候認識了一個朋友 然後那個朋友的朋友呢 基本上在檔外雜誌工作 那所以就是他們其實是回台灣之後 就像當時很多是二十幾歲的青年 然後就是聚集在一起 有人要考研究所 有人要就是可能找工作等等的 然後就一起就是聊天檔啊 這樣什麼等等的 所以他其實是在那時候認識 認識了一個一個就是在檔外雜誌工作的朋友 然後那時候就無聊 然後他們就講 欸你要不要一起來幫忙發傳單等等的 那所以他其實後來慢慢開始參與之後 就是我覺得某個東西呢就是在基層者參與的時候 有兩個東西會同時並行 一個是理念他慢慢的會就是開始去思考你講的東西 但在理念之前他很多時候是比較是人際網路 因為在這裡面的許多人對他其實蠻好的 就是他很意外的聊得來 對所以在當時陶原機場事件他那時候還沒有開始很深入的參與 但因為台灣這場事件就是在台灣就是 我印象中應該是1986年 我有點不確定 1986年的時候 反正就是當時台灣一個黑名單 然後就是一個異議人士 然後被許姓良對 然後他被就是國民黨政府就是禁止 他不讓他回台灣 就是台灣在當時有非常多的異議人士 被國民黨政府就是列為黑名單被禁在海外 就是不能回來 那在1980年代開始就是 許多人開始陸續闖關要回台灣這樣子 因為那時候就是剛好開始經濟蓬勃 然後失局已經慢慢在鬆動了這樣子 對然後他在那時候他就被拖進去打 然後他那時候也是流血要出來 就是我記得我在綠色小組 但我後來因為就是這個小組的 呃台灣有一個在當年的一個媒體紀錄的叫綠色小組 綠色就是那個綠色 顏色的綠色小組 然後他們在當時其實有拍了一支影帶 然後是那時候這些人在桃園記錄事件 然後他們被打出來 然後他們召開了記者會 然後他就是被打得就是鼻青嚴重這樣子 對 但因為我 因為他們那個系統只能用阿姨開 但就是我一直 我後來一直開不起來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我就一直沒有找 我一直沒有就是去 再看到那個片段 但如果大家有機會看到的話 就是他其實 把他在當時桃園記錄事件被 就是被非常嚴重的打 然後那是他第一次覺得就是他進到地獄 就是因為在當時他並沒有那麼深的憤慨 就是他對於國民黨在當時他其實 黨國他其實並沒有那麼深的感慨 直到桃園記錄事件被打這樣子 那桃園記錄事件被打的時候 因為他是意外被捕 所以他後來就是等於就是他也沒有請教 他原本有工作 那後來就是老闆知道他去參與這個之後 反正他也被fired了這樣子 對所以他是致此因而去檔外雜誌工作的 然後阿薩普魯是他的綽號 就是他早期比較熟他的人會叫阿薩普魯 那阿薩普魯在台灣就是在台語上 米韓語上有很多的一個解釋 但基本上都是比較貶義一點的 但他的朋友們在叫阿薩普魯的時候 是比較因為他是一個比較出其不義的人 就是他很就是很跳 然後他基本上就是非常的隨性這樣子 就是不拘束 那所以他的綽號叫做阿薩普魯 那他也是在那時候 他在金門當兵的時候 就是被這樣稱呼的 好 那因為呢 就是反正他後來就是 台灣記錄事件被打之後 然後他就在台北雜誌社 很多雜誌社工作這樣子 那但他後來其實人生比較大 因為他在台北工作到覺得很膩 因為他覺得在台北很多的讀書人都只會 Country Boci 就是台語是講Country Boci 中文翻起來應該是叫什麼 就是 對 就是只會空口說白話 或者讀書人只會一直講理念阿 講很多很多的 但就是實際行動的時候又微微說說 或者是 就是做跟講的不一樣 但總之呢 他就是在台北的時候 其實在那個環境裡面 他其實是覺得非常的厭煩的 對 所以他那時候經由就是 呃 蔡有全的介紹 然後他一個 一個 一個朋友 然後就是 他都去帶鎮藥 就是我剛介紹的帶鎮藥那邊 跟他一起做農民運動 對 那基本上呢 他在就是 呃 高雄的這一段時間 度過他人生 就是基本上他 最快樂 但他在高雄的時候 其實非常的窮困這樣子 對 就是 呃 我看一下下上什麼 呃 小 OK 呃 他在高雄的時候非常的 快樂是因為 他覺得就是在 南部的人都很有人情味 就是至少在 198多年的時候的台灣 就是因為他覺得在台北就是 很大部分的時候就是 就是 大家可能就是 有很多面向 但在 但在台灣南部的時候 他覺得台灣南部的人 尤其在高雄鄉村 他那時候 呃 主要是 他那時候是住在 就是橋頭 他其實蠻多地方都去沒有 或者是 因為 基本上高雄那時候 呃 代政要已經經營了很多 所以他基本上 每個鄉鎮都有 就是認識的 異議人士 所以他也都有 介紹給詹裕化這樣子 那他那時候就是 也有輪流去住在 不同人的家裡 但其實那時候說 他們有一個農民教室 或是一個農權會 但基本上 他是一個 呃 名義上的組織 就是他並不是一個 呃 比如說民進黨給錢 反正那時候民進黨很窮 或是民進黨基本上 也沒有管到就是高雄那邊去 就是基本上他是一個 大家一群人 他們有一些 共識 然後他們就想做一些事 那可能譬如說 以代政要為領導 然後他們就一起去做事 但大部分的人 平常時候 都有工作 像可能黃財花 黃財花賣馬達 然後就是 呃 王聖宏在水泥工廠 那有些人做務農 很多人務農 等等的 所以其實 詹裕化他在那邊的時候 他大部分的時候 他的 所謂的做組織 很多時候他其實是跟著 代政要 然後去傾聽 欸農民 就是 你遇到了什麼問題 那 就是他 就是我們可能可以怎樣去幫忙 你解決 但大部分的時候 解決不了 因為很多時候他是一個 比如說可能 國有地好了 或者他其實可能是 結構的問題等等 但他們會去做這些事情 然後就是把農民們 就是聚集在一起 然後去做一些訓練等等的 對 那 好 這是他就是在快樂地方 但他很 很窮困是 因為我剛剛講 他基本上其實 這個組織無法給他錢 某種程度上他還是 因為自己要下去做 但就是 待這樣偶爾會給他一些費用 那 因為像 有一次我之後 在跟那個 剛剛前門皇才忘掉的時候 因為他們 那時候都有見過詹裔化 然後他就有一次看到詹裔化 一直就是 就是可能 就是手 就是汙子的 就是嘴巴旁邊 就是牙齒透 但他沒有錢去看牙醫 因為那時候你還沒有見到這樣子 所以 可以想像 呃 可以想像 就是 詹裔化那時候大概 29歲 30歲左右 但他基本上是一個 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態下 他覺得 那是他人生 快樂的一個 時段 就是他在就是 他的那個 就是 日記裡面 有寫到 就是他是一個很快樂的時段 那 因為像 他高雄的朋友 在當時 詹裔化在台北自分的時候 他高雄的朋友 很多人都不可以自信 就覺得怎麼可能這樣子 對 那好 所以最後 他的轉折點 就是在1989年 就是 鄭南榮 就是一個台灣 就是在當時 黨外的一個 算是一個 領導者的一個 制粉的商禮上 然後他 制粉 好 這是 蠻多人 我先大概 介紹一下 就是詹裔化這個人 然後他的一個背景 這樣子 好 呃 這邊有點長 大家可以稍微的 就是 看一下 就是 這一段呢 因為很多人就是 或者是在當時 很多詹裔化的朋友 會覺得說 就是詹裔化的 就是 語言表達能力 沒有那麼的好 就是因為他基本上 他只念到公專這樣子 那他基本上也不是讀書人 但 因為我其實對詹裔化 會非常有興趣 其實 是因為我在看到他就是 描述他的日記的時候 然後等下我後面會分享一段 他跟那時候某個記者的對話 就是 非常的特別 然後因為 在過往 就是 我剛講一個是 就是大家覺得他的語言能力 沒有那麼好 然後文字不一定 能那麼清晰表達他的意思 但 在這一段裡面 因為他基本上他是 那個歌是蔡有全 就是 因為他跟蔡有 蔡有全是他一個 思想上的一個引領者 那時候引領他進來 所以他會寫信給蔡有全 那 他在寫給蔡有全的 這個裡面 他有一些 但裡面很多是 呃台語發音的 但他基本上在描述 就是 呃他 在農村的一個 某個早上 他看到了一些 就是 農 農夫們 或者是他的一些朋友們 然後他 基本上他 當然他是一個 比較浪漫的某種 就是 描述 但就是 我覺得這個東西 他其實對我來講 蠻 就我覺得 寫得蠻好的 就是他很有某種 意境 就是可以感 那意境是可以感受到 詹藝化他離開台北之後 然後他在高雄的那個 農村那邊的時候 他的那個心境是怎樣 對 我看要不要稍微念一段 這一段呢 是剛剛前面 前面 我念的那一段的前面 對 對 好 我先往下 往下走 好 呃 左邊是剛剛大家看到的 因為 一直以來就是在 呃 對於 詹藝化 因為其實可能像我這一 代的人 如果 其實我當初最早知道 詹藝化這個人系 也是因為鄭南榮 就是 在每年就是 呃 就是519的時候 總會提到 鄭南榮 然後詹藝化會被 比較附帶的提 提到這樣子 那 但我覺得就是 呃 詹藝化 我等一下會 我先講他的一個標籤 就是 大部分的人 基本上 呃 會認為他是追隨鄭南榮 然後他是鄭南榮第二 就是他的身份 他是怎麼被認識的 然後第二個是 台灣建國烈士 就是 然後第三個是 他抗議國民黨 而自焚這樣子 對 那 呃 當然 都有 就是 在過往他被認識的 就是面向 他比較是接近於這些面向 就是他 但我覺得這些面向 會變得比較是說 他是來自 他是一個草根人物 然後他參與了反對運動 然後在反對運動裡面就是 他跟隨了 就是 某個領導者的自焚 他跟隨了他做一樣的事情 然後 就是為了 為了寫某些 公益 或什麼而去抗議 等等的 我覺得 呃 某個程度上他有一些這些的成分在 但我覺得 我 就是等一下就是在 就是 或者是大家拿到書裡面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去看 詹藝化裡面 他自己寫的某些文字 或者是至少 像剛剛前面那些 其實我覺得 詹藝化其實有一直在思考一些問題 或者是他在思考就是 呃 不只是抗議國民黨 而是 他要去做些什麼這件事情 好 然後最左邊這邊就是一個 我願與上帝同在 不願屈服在諸巢下 然後一起吃噴 做一個快樂的祖這樣子 好 那 有一個插曲是 在當年 這是1989年 鎮藍龍出兵的上禮 那 上面 風火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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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 呃 我在 訪問其他的 長輩的時候 然後他們其實在當時 其實有講到就是 原本 他們在這場上禮上 他們其實準備了非常多的棉被 就是 呃 因為等於說在總統府前 會有巨馬這樣子 然後在當年他們其實準備了非常多的棉被 等 就是所謂出兵的上禮 因為他們是從士林飛河到那邊 引路走走走 然後會繞過總統府前 然後他們其實是希望把棉被 就是 鋪在那些巨馬上 翻過去的這樣子 對 因為 呃 因為我從不同的地方有聽到很多 呃 但同是這件事情這樣子 對 所以等於說 但因為那時候沒有人想要詹英化會製粉 因為詹英化會製粉 這件事情其實並沒有非常多的人 知道 對 那 所以也許 但 提這個東西它就是一個插曲這樣子 就是因為在那時候有許多長輩們曾經想要就是 等 鄭南榮 商禮就是走過總統府前的時候翻過去 因為其實某種程度上 鄭南榮的這場商禮在1989年的時候 他比較是當時所謂黨外基層們的一個 算是國商吧 就是我覺得鄭南榮對於這些基層們的影響其實非常非常大 跟它意義其實非常的大這樣子 就等於說 其實你可以想像它是一個很多 全台灣很多地方的就是 就是 抗議的人們或是俠客們 就是聚集在這邊這樣子 對 就等於說它是某種就是一個匯集 但因為其實在那時候的路線的規劃上 本來這條路線其實並沒有經過總統府前 然後所以他們那時候其實也有被抗議 就是因為等於覺得說 就是鄭南榮生前的主張 然後這樣就是就是為了對抗 就是它是某種爭取言論自由對抗國民黨 但就是經過了中華民國的總統府前 我們居然不經過 我們要繞道這樣子 所以在當時其實就是 這件事情是有被抗議的 好 這是一個背景 那我其實 這張照片呢 就是戰異化製粉的時候 然後旁邊就是 可以依稀看到旁邊人的一些反應這樣子 然後我其實 某個程度覺得 就我在讀就是 因為戰異化製粉的時候 1989年 那時候其實我還沒出生 隔一年我1990年才出生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 我對於就是 戰異化的事件 除了當時留下來的 就是可能日記 然後或者是那些他朋友們當時的訪談 然後跟後來我去碰到 就是可能藥博 帶針藥 然後或者是他一些 就我後來去再重新訪談的過程 因為基本上 我去接觸到的數的資料是這些 那 勇敢的台灣人的無助與挫敗是 因為其實我那時候對於所謂的 正蘭蓉的製粉跟戰異化製粉 我覺得有一個非常大的不同 是 我蠻明確的知道 就是正蘭蓉的製粉是為了什麼 但戰異化的製粉這件事情 他比較 胡說迷離一點 就是 他真的是因為跟隨的正蘭蓉嗎 那 因為我在 在 但我會這麼 就是 會開始去接觸到這個問題 其實是因為我在拍 呃 我的紀錄片的時候 那時候 在紀錄片裡面兩個主角 然後其中一個主角 曾心穎 那曾心穎他其實在 當年 就是 呃 非常的 就是 因為 我簡介一下曾心穎好了 因為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曾心穎是誰 就是我在拍 呃 我的紀錄片裡面有兩個主角 那 曾心穎他在當年 其實算是一個 作家 但他其實 呃 他在大概1970多年的時候 開始寫作 然後到19 但19 美麗島事件的時候 他其實已經開始慢慢參與 反對運動了 這樣子 那 他是 呃 到了 他本身也是一個記者 他這時候應該在 他在這場的時候 他在正蘭蓉雜蓉社裡面當記者 那 在這一場的時候 就是因為 曾心穎有聽到了一些消息 那個消息是 就是 占業化的製粉 是有人幫助他的 就是幫忙他去做製粉這件事情 所以 呃 這件事情讓曾心穎非常非常的不諒解 就是他覺得 欸為什麼有人要去 就是要犧牲他自己的生命的 那為什麼就是 知道的人不幫助他 欸 就不勸阻他 還要幫助他 基本上在 呃 我接觸曾心穎的時候 他有把 等於說他的事拋出了 他在當時 就是1989年的時候 他的人生 他的生命裡面就出現了這個問題 對 所以基本上 呃 大家可能就是可以 就是在網路上打阿話 然後就是 欸我等一下再打 就是我忘了帶那本書過來 他在當年1989年年底 還1990年的時候 他就去 南下去高雄 他就做了一本書叫阿話 那基本上那一本就是 就是關於詹藝畫的就是很多的訪談 那時候朋友的訪談 然後很多的照片 就是等於說是詹藝畫的一本紀念專書 那裡面有比較多的就是很詳細的就是 在當年阿話詹藝畫的朋友們對他的訪談這樣子 那這本書在網路上找得到 他有變成電子書這樣子 對就是阿話就是那個木字旁的畫阿話 對那好跳回來 就是在這裡的時候 我會之所以會說是 他是一個勇敢台灣人的無助與挫敗 就是相比於鄭南榮 我會覺得 詹藝畫的製粉 他其實沒有那麼一個明確的 他是為了什麼這樣子 就是因為我覺得在當時 就是因為鄭南榮的製粉 他其實某種程度上 他還有一些某種比較 就是你很明確知道他是因為什麼事 但因為詹藝畫 他跟當時許多的基層的人 他們的出生背景其實是比較接近的 等於說 很多人其實那時候 對於詹藝畫的製粉的那種感受 跟鄭南榮其實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所以 等一下 應該是這個先的 所以其實呢 這是在當時1989年 就是下面是《時代雜誌》 然後上面是另外一本書 他們基本上就是有開始去討論這個問題 就是我唸一下 從製粉事件所衍生出來的種種反應中 我們所關心的是 這種訓導精神是否適合作為反對運動的集體倫理 更確切地說能否有一種政治思想 在價值位階上高於我們個別或集體的神秘 或是超乎我們現有的政治經驗 足以作為我們絕對信仰的對象 那下面那個是《時代雜誌》 目前擺在眾人眼前的 是台獨運動的下一步是什麼的問題 這是所有鄭南榮後使者的責任 並且顯然無法單靠劣勢難便能克盡其勾 之所以 在當時他們有這個討論 是因為在當時就是 鄭南榮出兵的上移上 就是戰略化製粉之後 就是因為當時其實等於說 鄭南榮他還是處於一個出兵的狀態 他其實是要趕去火化的 所以等於說其實在當時製粉的當下 指揮中心是要大家坐下來 就是某種程度上希望不要有更多的傷亡 就是因為很害怕就是再有人就是 比如說去衝總統府或什麼各種的 因為戰略化製粉是一個屠如其來的製粉這樣子 所以在當時許多人覺得就是 內心會有一種就是因為失去的一個夥伴 但就是又不能做什麼 他被指揮中心就是搶 就是要大家原地坐下 對 所以等於說最後其實 並沒有人 當然應該是 就等於說沒有誰 能夠給就是最後的這個結尾做一個交代 就是等於說一切發生的非常的突然 但又沒有就是因為 假設比如說有些人可能期盼說 比如說 戰異化的這個製粉 他可以引起一些人的某種憤怒或什麼的 那他可以比如說從從頭或什麼等等 反正anyway這些東西都沒有 對 但因為等於說很多人其實並不知道確切發生什麼事情 那甚至當時很多人還以為是另外一個運動領導人叫黃化製粉 而不是戰異化這樣子 對 所以 在當時呢 其實有了這樣子的一個討論 那我那時候在接觸就是 呃 就是 在跟欣益姐聊的時候 他那時候其實就非常非常的不能諒解這件事情 就是他不能諒解為什麼有人就是要去做這件事情的 然後幫他的人還幫他而沒有勸阻他這樣子 對 就是在當時就是讓 痾 他也離開了台北 然後他想去高雄 他想至少去戰異化 生前走過的地方 去走走然後去採訪很多的他生前的好友這樣子 好 呃 這邊呢 是 他現在已經拆掉了 就是我後來回去拍照片的時候 他已經 就是我幾個月前去然後他已經拆掉了 就是他其實在新北投捷運站附近 然後他是以前就是 呃 蔡友全的舊居 他是一個日式舊宿舍 然後戰異化的最後一個晚上的 離開 是從這裡離開的這樣子 對 那 這是我幾年前那時候去拍的一個影像素材 但那時候我也沒有拍照片這樣子 所以後來已經解脫了 那 呃 我要講的 我會先講一下就是 因為在當年就是 很多人盛傳就是 戰異化的製粉 是有五個人要去製粉這件事情 那 呃 呃 那時候五個人有一些名字 但剩下來的是 就是 呃 還活著的聖黃昆仁 最左上的就是我拍的這個 黃昆仁 就是 那時候 呃 盛傳有 有四五個人 他們要一起集體去製粉這樣子 對 那 但我 我後來去訪問了黃昆仁 當然這是他的說法 就是等於說 呃 當時是其實只有 戰異化自己要去製粉 並沒有其他人要跟著一起去這樣子 對 那 基本上 呃 我一下講的是他的說法 但並不是天心而是說 他基本上是某種側面的一個理解 就是等於說 因為 過往就是在 知道戰異化製粉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比較都是 我剛剛前面列的 他是一個台獨建國烈士 或者是抗議國民黨 那我等一下講的東西 會去 會接到就是 呃 戰異化他自己留下來的那些文字 對 然後我就 對 大家都先聽我講完 那 黃昆仁他說其實在當時 他們 他跟 戰異化最初一開始 認識的時候 其實是在 許蔡救援會 就是那時候 呃 台灣 有兩個運動領導者 許超德、蔡友全 然後他們在就是 呃 政治受難者協會成立的當天 然後他們就是 就是反正 他們就講了 台獨之類的 就是成立一個台獨 台獨 張 綠這樣 然後就是反正他們就是被抓 然後他們那時候 台灣就是有很多人 就是去聲援他們 然後他第一次 因為他本身也是 政治受難者這樣子 對 所以他跟戰異化的 認識其實是在 政治受難者協會裡面這樣子 然後 戰異化那時候 因為他們開始成立 去取差救援隊的時候 他其實戰異化跟著他們 然後就是黃昆仁 然後他們就是 全台灣有一起去走一趟 他們其實那時候 認識其實是 在那邊開始的 那 呃 但就是在那一次的 整個巡迴抗議之後 就是戰異化他就去南部了 就是我剛剛講他就去高雄了 所以 呃等到他們在碰面的時候 其實是等於是 鄭南龍自焚之後 然後有一天 戰異化他就去 政受難者協會找他們 然後就跟他講他要做這件事情 那就是希望他們可以幫忙他 但 呃 黃昆仁他們一開始也是 比較是 基本上他們也是 勸阻 因為他們覺得這件事情 沒有太大的意義這樣子 對 但後來就是 戰異化非常的堅持 然後 呃 後來比較多人傳 就因為他其實身上 是背著一個救生衣 那救生衣裡面有汽油 所以他其實是在 呃 就是在走到 總統府前的時候 他是跨過 跨過汽油 然後點燃打火機 就是自焚的這樣子 對 那那時候就是 呃 黃昆仁的說法是 他那時候 救生衣是去跟他 裁縫師傅說 就是他想要 穿中藥在身上 然後去特別製作的 那 戰異化在製焚的時候 的現場 他其實有丟職 聖經 然後他手拿聖經 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就是 在當時時代雜誌的報導上 寫的是 有人聽到他說 就是 主啊 上帝啊 請原諒他們 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對 那 呃 黃昆仁說 他那時候其實 戰異化跟他說 這個舉動是為了要抗議 李登輝 因為他覺得李登輝是基督徒 但行不公義這樣子 好 那 那 一人計畫我講了 然後 戰異化在製焚的時候 他身上帶著 呃 兩張 兩張照片 他原本要三張的 一張是蔡有權 一張是邱一人 然後另外一張 本來應該是要有戴正藥 就是我剛前面介紹的戴正藥 但戴正藥的時候 因為不知道戰異化要幹嘛 所以就沒有給他 這樣子 對 這些是大概是 呃 在當時 就是 劉所留下來的文字 或者是時代雜誌 很多當時的報導裡面的討論 這樣子 對 然後上面呢 這些名字就是 阿龍 施隆川 然後阿森 鄭謙生 然後阿騰 陳東騰 呃 其實那時候 他們比較是 就是 等於是 偏 偏 黃昆人這邊的人 這樣子 對 然後施隆川跟鄭謙生有參與 就是那個計畫 就是他 呃 呃 就是他 呃 是鄭謙生去載他的嗎 是施隆川 我 書裡面有寫 但我現在有點忘記 是哪一個人騎摩摩托車去載他 因為他身上氣油味很重 然後他就從去 北投那邊 然後就載他到那個 士林的飛河道那邊 對然後 這些人 呃 的系統去看 就是民族運動史的話 那假 這是一個 然後從這些所謂基層工作者 就是 可能從更台北的 我上一次講的 就是更從台北中心去看 他可能是一條 但 像 呃 施隆川 然後鄭謙生 黃昆仁等等的 然後甚至還有很多人 他們其實更龐撤的一些人 那這些人其實我所知道的也沒那麼多 大部分都是天然 他們也都不在了這樣子 那這些人之所以我說更龐撤 是因為 有些人 呃 因為在當時就是參與了 就是非常多的反對運動 然後因為他們其實有 懷抱著某些 個人的理想或理念 但後來因為就是走入了 議會選舉制度之後 其實有些人其實是非常的 比較不得志的 就是 這樣講好了 有一個 我先補充一個小小的概論 就是在當時很多的 就是所謂基層的工作者們 他們是來自市井庶民 然後他們因為不同的原因 然後他們認同可能一些理念 或者是就是一些因素 然後他們開始參與了所謂的反對運動 然後很多人的一塊 他們其實是認同台灣獨立這一塊 就是他 他所他並不全然是所謂民主化 或是走入議會制度 當然或多或少比例上的問題 但很多人基本上是 是不認同走入議會 或者他其實是不信任所謂的 中華民國這個體制這個政府的 但因為民進黨後來基本上 因為走的是 是往議會路線去走 所以等於很 在當時1990年初 就是所謂民進黨已經 1992年開始改選之後 就是走入議會了 那很多人其實試圖在體制外 做一些努力 就是比如說 他們以台獨做一些努力 所以其實還有非常大的一群 但那時候後來是要有很多人 做了非常多的不同的嘗試 但因為後來就是慢慢1986年 李登輝就是當選總統 開始掌權之後 反正 反正 就是我主要講的是 在所謂的街頭運動結束之後 其實他有一群人 這樣子 但那群人其實也不在我 這是理解的太多範圍裡面 因為他完全又是另外一塊 但他們其實是更旁側的這樣子 好 這是詹藝畫剛制焚的那個主圖這樣子 然後在上面呢 這邊是當年真心寅那一本書上 然後詹藝畫寫在他南部好友的書上的一句話 人的生存分成兩條路去應付這世界 一條是現實上 另一條是心靈上 就是我其實在看詹藝畫那些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他的文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就是怎麼說呢 因為很多時候我跟許多長輩在接觸的時候 就是有幾種 其中一種他會某種程度上 會不斷的去講述 過往國民黨如何的不好這件事情 然後 那有很多種 但像詹藝畫他所留下來的文字不多 但他其實很多東西其實是 他在思 我覺得某種是他自我人生的一起一個探索 那某些東西是他在思考 就是可能 在國民黨前 就是或者是他在這個運動裡面 他要做的事情到底是什麼 對 好 右邊 這邊是 好思考者 就是 這邊是詹藝畫的 那時候日記的文字這樣子 如果你是一位解放和平運動者 直當咱們台灣這一小撮和平革命運動者 很多人很茫然革命運動是什麼 他背後意義能對未來有什麼作用 我的運動啟蒙點 認清中共國際形勢及人與社會一切問題 並認清他們批判他們 徹底了解我們的理想 清楚各反對團體本質 判清自己本質及城市能力 卓准自己角色去參與各種和平運動 這邊是很少數也是詹藝畫留下來的文字 那左邊這張圖是在1988年520農民運動的時候 詹藝畫把立法院的招牌拆下來 我那時候包括右邊的文字 我讀到的時候 我其實一直在去思考說 就是 某個程度 應該這樣講好了 就是 詹藝畫他可能開始去思考 等於說 所謂對抗國民黨可能是為了什麼 或者是他自己是為了什麼 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不知道各位讀到這些文字的時候是怎樣 但我其實今天比較大的一塊 是希望這些文字可以讓大家看到 包括我到時候新書裡面寫的也是 就是我並沒有去判定說 他是一個就是 他為何去做制粉這件事情 基本上我覺得也沒有人可以判斷這件事情 但我覺得他的這些文字非常的有趣 就是因為可能過往大家對於 詹藝畫的認識就是一個 他是鄭南榮第二 或是他就是一個為了對抗國民黨等等的 但其實他其實是有這些文字的 好 這邊是另外一個就是 但基本上重點呢 就是說 他認識了一個 他並不認識他看到了一個人 他就是在運作工會啊 然後就是等等的 然後他可能生活有一些問題 就是在跟蔡友全說 看可以讓他方便一下之類的 然後 基本上他某種程度上是一個很心靜的東西 因為他等於說他其實自己一個人 比較屬於是自己一個人 然後從台北然後到高雄 然後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等於說 某個程度我覺得可以更理解詹藝畫多一些 就是他不會只是就是 我剛剛講他是一個比較片面跟標籤的 就是他的某種歷程吧 就是其實當然我有試圖希望可以去理解 就是 呃 詹藝畫的某些歷程 但這是一個 就是 對 文字 好 這邊是他那時候跟一個 欸 江 台語叫江水江水天 中文叫江水天 對 反正他那時候跟一個記者的一個對話這樣子 然後 就是 右邊這邊是我把它弄出來的一段 過去陸陸的我曾有死亡的夢境 但再生的意志力能順然 爭眼爭脫掉 清醒後一片茫然恐懼 只冒冷汗 但此回期間中 只有一次夢與鄭然蓉在相會 清醒狀況與以往不同 心靈勢搬開我去接受他 就是 呃 他有跟就是 那時候那個記者有過一整個很長串的一個對話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欸 就是 怎麼會有這些文字 就是 我就覺得 欸 嗯 怎麼說呢 就是 好像是有一種某種神會 就是他的 他會去做 就是 最後走到製焚的這件事情 似乎他好像還有 就是我剛剛講 他是有一些其他的思考 但 他最後真的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 在文字裡面自己有講 他又不全然跟鄭然蓉有有關係 這是 鄭然蓉他在 欸不是 這是詹易畫他在製焚前 他是5月19號製焚的 然後這是4月30號他寫的 4月30號他寫的 所以他其實在那時候他寫了三封遺書 他一封是給他媽媽 我們後來留下來的資料裡面只能看到這兩封 那 但其實是可以看到說 就是某種程度上 他其實在心境上 相對是一個比較平靜的 但其實如果你已經 呃 但如果我也有設想 假設我是覺得 呃 假設是要做一個 這件事情的人 就是你到最後心情的平靜 就是他必然 應該說我的重點是 他必然不只是 為了要抗議國民黨 或是他不會只是說就是因為我不爽 而我沒有思考過就去做這件事情 他有一些某些的思考的歷程 那我那時候會覺得這件事情 是重要的是 其實呃 當年剛剛有看到 當年大家也有一些討論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他在後來就是在歷史的書寫裡面 其實比較少被提及 對 當然就是我們現在可能比較少遇到就是 就是 有所謂革命 呃至少在台灣 就在台灣我們比較少遇到 就是有革命火鬧 就是 真正到 要假設有生命犧牲的這件事情 然後他生命犧牲這件事情 他跟運動的關係又是如何 那我覺得 戰異化在就是 呃 這個命題上 我覺得他是 非常可以再重新去看的這樣子 對 那左邊是帶正藥 右邊就是 蔡友全 然後 這個是 台灣人的鬼 勇敢台灣人的鬼魂 就是蔡友全已經過世了 然後我其實當初 我剛好說我原本想要拍一支 跟就是 戰異化有關的紀錄片 但後來其實是因為 然後那時候我去拜訪蔡友全 那 呃 我去拜訪蔡友全的時候 因為他家在北投 然後發現一個地下室 然後我們就下去 他在那邊泡茶 然後旁邊都是書 然後反正講一講 然後他就說 他有一個比較有通靈體質的朋友 然後我去他家 然後 就跟他說 他們家有三個鬼魂 然後一個是 就是雙手張開的 然後一個是雙手這樣合起來的 然後一個是舌頭 就是伸出來的這樣子 然後反正一個是 戰異化一個是正男柔 然後一個是陳東騰 因為陳東騰 陳東騰在他們家 就是 舊家 就是後面的書上面 就是 上吊自殺這樣子 對 就是 就是我剛剛講 提到的一個名字 陳東騰這樣 反正就跟我說 就是 就是他們家有三個 然後後來我也是想說 就是那一天就是我聽錯之類的 反正因為後來我跟鄭欣穎 就是我跟欣穎姐確認 他說 蔡友全有跟他講過這樣子 我就說 嗯好 但因為在當下 其實因為我自己是姓鬼神的這樣子 就是 所以那時候在當下 但當下我也沒有看到的時候 我相信他講的是 那 就是那個氣氛 蠻特別的 就是等於說 就是因為那個地下室也沒有很大 然後我跟蔡友全就面對面的 就是在喝茶 但後來之所以會 記起這件事情 是因為後來過了不久之後 蔡友全他就因為心臟問題 他就過世 好反正就是 就是這件事情他就留在我心中 但他並不是說 特別怎樣 但我覺得某個程度上 他是一種就是 呃 像某種鬼魂留在我心裡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想說 欸就是如果我真的 比如說看見 蔡英華或者是 蔡良文他們好了 就是 假設他講的是 我相信他講 但因為我看不見 但我其實看見我也不知道說什麼 然後 某種程度上 因為我會覺得 我在遇到很多 長輩的時候 然後因為大家 有些人 以比如說 蔡英文來講好了 就是很 或是現在的民進黨政府 很多人認同現在的民進黨政府 很多人 就是大家有百百種 當年的 就是許多長輩們 其實當年可能是夥伴 但現在聚在一起 很可能也都會吵架 對 那 我就在想就是 好像 因為很多人其實會覺得 內心有一些未完成的 什麼 或是就是 會希望年輕人可以怎樣做之類 但 就是 我會覺得就是 蔡小泉那時候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某種程度上 他會有一點像是 某種 呃 某種鬼魂吧 反正總之他就是 就這樣留在我心裡面 這樣子 對 好 欸 我是時間 但我還沒 我後面還好多 呵呵 現在是 我快速做 好 我直接調到最後面好了 就是因為 可能有新的 可能有 對 我先 這本書大家可以發現 就是 我後面要講的東西呢 反正這本書裡面都有 然後這本書的PDF 在網路上可以下載 就是 那是我上一部片 我上一部片叫莫在判斷犯 然後就是 我那時候就是 反正我一部紀錄片 那在網路上也是可以看的 然後因為 總之在四年後 我完成了一本書 那這本書裡面基本上是訪談 然後 這個訪談我自己覺得就是 呃 堅持後來還是他做出來的原因 是因為他其實講了很多 包括URM 就是 台灣城鄉宣教協會 好快速30秒介紹一下 就是因為 我剛剛有講 URM他其實在台灣 1980-90年代 包括後來 我們所謂社會運動裡面 有糾察線 等等的 他其實最早的 很早一開始 其實是因為 就是在當時的 基督章老教會 然後他們有一套 就是在所謂的 呃 田牧邊 就是韓國 菲律賓台灣 等等這些國家 就是因為在 呃 就是開始有一套方式 然後跟一套就是 呃 就是 一套方法 比如說 壓迫者 你可以去再 就是你去參與他們的那個 訓練的時候 他們會帶你去認識 在一個命題裡面 誰是壓迫者 誰是被壓迫者 那你在做這件事情 你個人價值觀 你是為了你個人的利益 還是你是為了公益 那你的運動策略是什麼 然後最後你要怎麼行動 所以等於說 台灣很多就是在當時的所謂 呃 民族運動反對運動的 他並不全然都是一層三層 他其實很多人都去參與過這個 這個URM這個組織這樣子 然後呃 呃 吳鳳同像是跳過 就是 呃 吳鳳同像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一個事例 一個案例這樣子 然後呃 就是我上一部片的一個主角 然後 就是高雄的 就是像 王勝華 右邊林奇文 就是我其他認識的長輩 很多人都去過 這個訓練 就等於說其實在台灣當時 就是非常多基層們 他們其實都有去參與過這個訓練 這樣子 好 呃 這是我上一部片的另外一個主角 我就會 好 然後跳跳跳 所以 這個跟就是如果從 好 反正這本書是訪談 然後就是在網路上 等下 如果大家打那個 莫代判斷犯 就是那個書或是PDF 或是去粉絲專頁上面 都找得到就是整本的一個下載 大家可以還是快速傳閱一下這樣子 好 我邊講 所以 呃 我們今天其實從側面講回來 其實原本還有講到URM 因為 詹義化也有去URM 那邊這樣子 然後 他們有一些概念 其實跟詹義化的關係比較像 但我們沒時間講到 所以 因為以往 我不知道上次很多時候講 都是可能從 所謂的狂飆 台灣的1980 90年代 狂飆年代 都是從 解嚴制憲政制度 或者是所謂學生運動 民主運動去切這樣子 對 那 呃 我上一次11月底的時候講的 基本上是以這些基層的人 為一個就是群體去講 但我今天其實是又從更個人 更側面的人去講 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覺得他其實是非常 就從這些更個人就是生命史 或者是某些就是 他也並不全然是說他要做什麼 就是 但應該說他有要幹一些大事 但他可能就是在這裡面 他其實有許多 呃 個人生命的某種 哀愁等等的 或者是 但他其實是也 也被遺留在那些裡面 但我覺得如果從這些角度 或者是這些就是故事裡面 其實我覺得 他還是可以給整個 所謂很大歷史 就是整個很大歷史裡面 他其實你會看到非常多看不到的 那甚至我覺得 對一個拍紀錄片的人 最後影片的人來講 那些東西對我來講是有功名的 他可能我沒有講述的那麼好 但就是他在就是 可能影像或者是在最後我的剪接裡面 他其實是或多或少有的 好 那 看過 看過 好 呃 我簡單介紹一下 這是 這是我的芯片 黃標一夢 有些人看過預購 我等一下在柏宇寺院可能有沒看過 等一下可以幫我關一下這個燈嗎 謝謝 對現在先關 謝謝 就是 他是我的一部新的紀錄片這樣子 然後我現在是3月6號 我還沒有公館 但只有3月6號會上 會上一些院線 台北有兩家會上 目前是 就是 台 台北桃園跟高雄會上這樣子 對 那 基本上 講的跟今天不全然有相關 他基本上在講一個運動傷害 我先 播 走吧 他同時 他也真的 還有 他也會 啊 就是 你隱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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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隱瞒 我一聲啊 這三十年中л然 都是一運動中 做專運 這不是誰 信證 還有個好處 還要我 你做一個手 願意不顧生日 就是要從 為了願意這男人 在上樓的時候 我會有血液 你有沒有看過人 只要正面的 看著她的死亡之類 你有沒有看過人 她怎麼這麼大 我以前那時候 你都說被你問了 你一碗算沒掉 我還是算得兩碗掉 選舉一來做運動 會發現 好多久 背了一百萬人在 我都是去參加社羽 沒有找兩家人進去 這社羽怎麼一回事 那比如說他們怎麼從頭 我還在說 我們就下班六月 我還在說他們怎麼做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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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在說運動 我會有夢好幾次 回到原來的家 從樣的夢 一再的夢 夢到很多年來 就是因為今天有很多回音 那請大家幫我們 那 左邊是電影海報,右邊是我在2月初會出的這本書的書 上一部書裡面比較多都是《訪談》 這本裡面基本上是我跟我朋友一起合寫的 比較論述的地方是改自他的《說事論文》 一部份的東西是在《訪談》裡面,一部份的東西是在《訪談》那本書裡面 但有一些部分是我們有寫在書裡面的,是比較個人主觀的東西 因為剛好我剛好12月31號那時候募資剛結束,所以我現在也沒辦法推募資 所以如果大家可以的話,Facebook上面有《狂飆營夢》可以關注 然後反正我2月初書會上,然後3月初電影會上 那基本上這部影片裡面討論的他就會比較是剛大家在預告片裡面看到的那些slogan 基本上我盡可能把它弄作在那些slogan裡面 所以好,反正就先這樣,然後那本書網路上可以PDF下載 但因為我們沒有幫你這樣子,所以先到這樣 因為我原本以為會講太快,但好像每次都可以 好,我們今天掌聲謝謝佳嬌先生,好嗎? 謝謝佳嬌先生 我會講太多的心得,甚至心情記事等等 然後非常詳細的介紹 那我想可能在場的人不一定大家都知道 就是未知也不太知道這些人的所在他們的生活樣子 那我想要強調的是說其實就是在這種非常巨大的運動裡面 每個人為什麼被捲入這個事件 以及被捲入事件之後 他跟他自己生活現實上的拉扯啊,衝突啊 甚至他可能會有點落寞 或者是他從中找到希望,然後一直在做同樣事情 或是他很天生,非常的熱心 然後追求公益式的,一直在幫別人選舉等等等等 這些都是他們在參與這種社會的方式之一啊 那我想就是剛剛提到很多人物啊和很多的事件 就沒有辦法每一件事情都詳細 詳細意義在更進一步講述也沒有關係 那我們接下來就進行簡單的現場的QA提問 然後看有沒有聽眾朋友想要進一步追問的 或是想要簡單發表一下你的心得的都可以,都歡迎 那我們就是現場來開發一些QA,好不好? 來 有聽眾朋友想要提問的嗎? 可以請問一下就是你在訪問他們的時候 一開始是跟他們講你是什麼目的的 因為就是如果說是像是他們最後出來就是 說他們正以後的生活可能他是要回到平常的生活這樣子 或者是他還要面對現在沒有錢去交租金這樣子 那其實你一開始怎樣去說就是你要訪問這件事情? 分兩個部分 分兩個部分 一開始其實比較是 應該說我整個計畫構想其實就是包含了書跟電影 那電影基本上是 但一開始的構想是希望先有電影 那電影我其實一開始就是希望去處理 就是所謂在運動過後的生活這一塊 那當然在當時我對於 這些基層運動者是誰做了什麼事情並沒有太多的了解 因為台灣在過往對於這些基層運動者的紀錄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他其實並沒有太多人知道他們是誰 那當時我會做這個計畫很大的一個原因是 因為就是在幾年前那時候台灣也是社會運動相對比較多的時候 然後我就剛好遇到這群人 那我就很好奇 為什麼過往的台灣的民主運動歷史上並沒有去記錄到這群人 那不只是記錄他們就是做了什麼事他們怎麼集合那為何在一起那為何那麼喜歡做運動 那包括他們後來呢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最一開始的問題比較是就是從這邊去出發 所以其實在跟他們接觸的時候其實我同時就是 也希望把歷史這一塊留下 那所以我一開始有說我一開始其實是拍攝了四位 那所以就是到最後只剩下兩位 就是因為當然在拍攝就是做成紀錄片做成電影的時候 他其實有非常多的限制 那不只是可能我們要處得很好 那當然你可能也知道我的拍攝目的就是 因為很多時候其實最後要呈現什麼 他比較是我也在後面剪接的時候決定的 但我基本上就是我最後的兩位主角 就是一個男生一個女生 他們其實是呃 我是都已經給他們看過就是我最後的處理了 然後就是才給他們簽就是肖像權同意書 然後才出來的 基本上他們就是呃 我有跟他們說為什麼這些 因為其實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其實一直希望找的東西是共感 就是呃 那個共感是說在他可能跨越了二三十年的那些就是長輩們身上 那他可能在我們身上我們依然看到會有所感覺的這件事 我試圖去尋找這些東西出來 因為我覺得那個東西他可能才會跨越就是很多的就是所謂的政經局勢的不同 或者是等等 就等於說 只是知道他們那時候怎麼去抗議這件事情 他當然有他的歷史價值 但至少在紀錄片上我希望看到更多其實是更情感片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在呃 電影本身其實我並沒有去處理任何的政治歷史事件 我比較處理的是他們後來的生活 就是他們怎麼去面對他們人生的選擇這件事情 那在書裡面大家就比較可以看到就是 就是呃 他們那時候是怎麼去集結在一起 那有很多人的不同的小故事 所以其實在一開始沒有訴說的那麼詳細 但後來就是在中途的時候是有講的就是 對 所以有些人可能就沒有辦法繼續拍 那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變成在書裡面這樣子 對 謝謝 或者是想要 喂喂喂 或者想要多問一下說 那你開始怎麼跟他們自我介紹你要拍他 因為其實片頭 雖然我沒有還沒看過第一款 因為還沒上映 那至少就有朋友的預告片來說 他有講出蠻多私密的東西 是 拍拍拍他私密的生活對部分 我意思說你怎麼樣跟大家自我介紹說 我想要拍你個人生活 或是你怎麼向他自我介紹你想要開始拍他 就是這段前面的開始怎麼進行 其實最一開始拍的東西也是講他們過往怎麼抗爭 就是要站著好了 其實一開始其實 因為我一共總共拍攝了快三年兩年多 所以其實時間算是蠻長的 那我的主要後來兩個拍攝只 他們其實都住台北 所以其實都住 就是相對距離上其實是沒有很遠的 對 那兩個拍攝兩個長輩其實也都算是除得來的 因為但第一個要除得來 我們才有辦法就是繼續進行下去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一開始我其實都不太熟 就至少不是私底下比較熟的部分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後來很多時候我也會跟他們有所爭辯嗎 因為他們比如說很多時候有聽我的想法 所以很多時候其實還是有所爭辯的 但我覺得某種程度上至少對我來講 他比較像是朋友那樣這樣子 那當然很多的長輩其實是沒有辦法這樣子拍的 所以就是可能後來就是有了就放棄這樣子 對 就是他可能就成為輸 所以怎麼自我介紹 其實這部分有點難講 就是久了 或者是相處過後幾次之後你就知道合不合這樣子 所以某種程度上第一件事情還是要合得來 就是至少就是不會不舒服 對 因為有些可能他們會覺得我不舒服 或是我會覺得他們不舒服這樣 所以就是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是剛好遇到兩個比較合得來 那因為我那時候拍攝的其中 女生真情他是一個作家 所以他是藝文工作者 所以他可以 他也相對比較知道我在做些什麼 那另外一個康大哥 因為我跟他都是嘉義同向 他的生活環境跟我以前就是在南部長大的 環境看到的某些人比較相近 所以就是我們平常之間就是講台語 所以就是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這樣子 對 嗯 好 來這位朋友 你好 你好 其實我想理解 因為現在要抱歉一下 因為我沒有做好公開 因為香港 對香港我不太促進那個台灣的歷史 然後 德台會案 可能我不太了解 不過 我想問一個問題就是 你本身是怎麼樣理解這個案的 然後就是那一段歷史你是怎麼樣理解 還有他們自己是怎麼樣去理解那時候的社會 還有第二個問題就是 他們怎麼樣理解之後 他們繼續參與運動 中間發生的這個社會變遷 因為這些是比較基本的 他怎麼樣去看待這個世界 才會有那種幹勁 或者有那個決心去 比如說自分這樣 我比較想理解這部分 這部分 你的意思是說 你想要好奇 當初他們為什麼會參加社會運動 他們對當初的社會改革 或者社會想像 是什麼 大概是這樣子 大概是這個問題 好 我先稍微理解 就是我剛剛那一本書上一部片 它其實是跟今天講的 是比較沒有相 不全然相關的 但 因為這部分 是因為我今天沒有預期到會有香港聽眾 這樣子 但 我先就你的問題回答 就是 他們其實 我剛剛在裡面有講 就是他們有非常多因緣機會 有些人他可能不一定是因為理念而開始參與 有些人可能是因為人際關係 網絡 有人可能在這裡面 就是他可能找到另外一個 就是自我的成就感 我可以講一下成就感這件事情 因為當時在台灣其實是一個 比較經濟開始蓬勃發展的年代 然後在台北 許多的人 其實是從外縣市 可能南部 中南部 可能鄉村或是比較 就是沒有那麼繁榮的都市 然後來到台北 就是這個首都的 那因為當時的所謂的很多民主運動 它其實都發生的抗爭 都發生在台北 對 那 我覺得很多人 其實他們當時其實是 因為等於說 在那個經濟繁榮 開始上升的時代裡面 然後他們其實可能 對於就是工作 或者是在就是平常的那種 社會的體制的那種 作息裡面其實是不滿足的 就是 因為我的確有一些長輩是 他們覺得就是 覺得一直這樣做工 覺得不快樂 或者是覺得沒有希望 那 他們可能在中途裡面 可能像騎摩托車 然後就聽到一場演講 然後覺得 這些人怎麼那麼就是厲害 就是敢罵這個政府 因為在當時還是戒嚴的時期 那 有些人可能是覺得 原來以前就是我那麼努力就是工作 但就是 怎麼還是一直可能就是賺不到錢 或者是怎麼還是處於這個 他們可能看到一些 我們當時的所謂民主雜誌 然後他們知道 原來可能有所謂的階級或什麼等等 他們一開始去理解一些概念 就是 大家因為不同的因素 然後開始參與進來 那 我剛剛講的 我去理解他們 基本上是比較是一個江湖 就是他們其實是非常多的 有一些比較狹義之心 至少在一開始的時候 所以等於說 在這裡面有些人 他可能找到 就是一個 就開始有所變化 就是當你原本是一個 就是 一般的 上班族也好 或是你是一般的市井小民 但 你開始去理解到 原來有另外一個世界 是我不知道的 原來台灣過往有這段歷史 是我所不知道的 那 你會有一些變化 那有些人當然就是 他可能 就是 他的參與是一個比較 興趣的參與 就是 那有些人他可能覺得說 欸 這個東西 他可能在這裡面找到了一些朋友 或者是他找到某些 自我認同的價值 他覺得這東西值得我 就是 少賺點錢 我也要去做這件事情 對 所以基本上 就是當時 很多人是因此而 就是開始參與運動 就是他可能跟我 像 我 我是一個念書的人 那我知道 原來台灣民主 或是台灣歷史 是這樣 那我因為一些理念 或什麼 然後我覺得我開始參與 其實是有所不同的 那在過程裡面 有些人他們希望的 當然 可能比較是 欸 就是台灣希望可以 解嚴之後 可能各項權益 因為當時可能在環境 或者是各種權益 其實都慢慢在爭取當中 那可能覺得 欸 有開始就是 有選舉 就是公平的選舉 有人追求的是公平的選舉 這件事情 或者是像 比如說 黃財旺 他希望追求的是一個 不好意思 今天是大哥 他希望追求的是一個 就是 非國民黨籍 或是更多的黨 就是可以進入一個 正常的民主選舉體制 有些人追求的是這個 那有些人追求的是 所謂的台灣獨立 那那個台灣獨立 他是有別於 現在台灣 中華民國政府 就是 中華民國政府 對一些人來講 他是比較屬於 就是 他還是屬於國民黨的 他是一個流亡政府 這樣子 所以 應該這樣子 就是等於說 很多人追求的東西 有所不同 但 因為在當時 最後就是比較大的 就是所謂的民進黨政府 那他其實在 1992年開始選舉之後 他就開始是走入 選舉議會體制裡面 因為其實 即使是民進黨裡面 他有非常多不同的 派系也好 或者是狀況等等 對 所以 大略來講 就是等於說 其實在1991年 92年 台灣那時候 剛 因為發生了一件 就是我讀台會案的事件 那台灣就是開始才 因為雖然說 台灣在1988還是89戒嚴 88 87戒嚴 雖然說台灣在1987年就戒嚴 但台灣實際上是1991年 才廢止動員勘亂 那1992年 我們才修正了一條刑法 那台灣還正式進入 就是思想自由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一直等到1992年 然後那時候也國會剛好 開始改選啊 然後就是台灣進入了 就是所謂 思想言論自由了 對 所以等於說 在那時候許多人 其實就開始 等於分道揚鑣了 因為大家可能 雖然在當時 共同對抗的敵人 是同一個 因為包括那時候 對抗國民黨的 也有所謂的 台灣人講的所謂的 就是比較統派 就是可能想跟中國統一 或是比較認同中國的人 但他們也是就是 反對國民黨的 對 所以等於說 在當時開始 其實就是 就開始是另外一個 時代了 至少就是在這個 劃分上 他其實是這樣子的 所以後來大家的參與方式 有點不同 比如說 我拍了兩個主角 康偉朗跟曾希穎 他們到後來 就是他們也有出來 自己選舉過 當然不是掛民進黨 他們可能是掛於其 掛其他政黨 然後或者是他們 就是自己想要出來 參選 希望去做他們的社會運動 就是他們參選 其實希望想要做社會運動 但後來也沒有選上 那像黃柴蛙 他可能就是繼續幫別人選舉 所以就其實很多人 其實都有不同的一個路徑這樣子 所以等於說 在所謂台灣民主運動 街頭的那年代 基本上大概只存於 就美麗島事件過後 1980大概到1995之間 這一段可能比較算勢這樣子 對 大概希望有比較概略性的補充到 有講的不清楚了嗎 對 就是有點簡化這樣 待會再聊一下 對 沒問題 好 來 問題 我對你們用字前詞是蠻好奇的 想多知道一點 從你的末代 這兩個字概念 腦袋瓜到底是怎麼樣浮現出 末代這個概念 然後現在又浮出一個狂飆 那終究是夢一場 那我很好奇就是說 如果你把這一段歷史 把它視為一場夢的話 那像你們 甚至於比你更年輕的一代 這些夢有意義嗎 就是說你這個 他們當時在輪落到 你把它視為狂飆 但是對我來看 是一場失敗 那這樣子的去理解這些失敗者的 所謂 他們告訴你 他的記憶 這件事情 到底對新的台灣人 有什麼意義 因為 我一個觀察點是 蔣介石來到台灣做的一件事情 他是要回家的 所有來到台灣的一切 都是他的 這些 你所謂的看到這些 這些狂飆 他們知道 他們被蔣介石拿掉了什麼嗎 好像也沒有講出來 甚至於我懷疑他們知不知道 蔣介石 打從實際的作為就是 你的就是我蔣介石的 結果這些 走所謂的體制內改革 其實 這一些真正的 進到體制內的人 其實他們眼睛是看到蔣介石 從台灣變成他的 這個利益 他們是要分享這一塊 結果這一批人 幫他們獲得 進入體制內 得到利益 結果 最後是 你把它視為夢一場 那這樣子對你們年輕的世代 你一個在台灣出生的人 你拿回來你自己的了嗎 我很歡迎啊 好 我要直接回答 今天應該比較想是說 問這兩部電影 為什麼取消了名字 莫戴帕倫范 跟狂飆一夢 就是 迷你為什麼這樣去 然後那個背後的故事 就是講一下 好 因為 我直接先講狂飆一夢好了 因為 今天講的內容其實比較 就是比較大 其實也不全然 應該說 因為 一個東西 因為 大哥問的東西 他其實需要看過電影之後 才能回答 但我覺得 在概念上我可以先回答 狂飆一夢這個東西 其實應該說 很多人一開始看到 就是可能這個標題 或者是 比如說我的slogan 是離開了街頭 告別了革命 生活才是無可迴避的戰役 這是我的slogan 好 很多人看到一開始 我覺得 這反應會跟就是 大哥一樣 其實應該是說 我一開始在拍攝這部片的時候 的反應也是這個樣子 但 電影裡面的話 其實到了最後 我跟他們相處 我應該這樣講好了 我覺得 某種程度上 他們在所謂的 最後的政治成果 是失敗 但他們的人生 對我來講 是成功的 至少對我來講 是非常有意義的 因為在書籍裡面 或是影片裡面 基本上我對於他們的 他們個人是有自我選擇的 這件事情 就是他們 比較是 並不是像說 他們其實保有了自己生活 就是 他們有些人可能當然兼顧了生活 然後有些人可能就是 也比較不賺錢 然後全新的去投入 但其實某種程度上 他們其實算說 一開始並沒有讀什麼書 或是他們其實在參與久了 他們對於他們在參與這件事情 每個人有不同 對自己的想法 就是我的了解是 很多人對於自我的理解 其實是蠻深入的 就等於說 他們開始去認識自己 這件事情 所以等於說 有些人很多人 在1990年代的時候 他們就離開了民進黨 就我剛剛講 就我拍了兩個角色 康辣哥和辛怡姐 他們就離開了民進黨 因為他們不認同民進黨 或是他們有開始有些 有的可能比較走 去跟所謂比較左派運動的組織 開始去河流 就是 那有些人他們可能就是 跟往台獨運動走這樣子 就是 他們雖然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可能就是 最後我說的像夢一場 但那個夢對我來講 他基本上是非常正 不能說非常正向 但我覺得他是積極跟主動的 那那個積極跟主動其實是 因為他們在這個人生過程 因為他們自己做了非常多的選擇 但那個選擇 他雖然說 應該這樣講 不能以他們最後的人生成敗去做一個定格 雖然說他們在所謂當時的政治理想上是沒有成功的 對 那也可以說的確是失敗 他們自己可能是失敗的 但他們其實在自我的生活上 我覺得他們是活得 很多人其實活得非常的衝龍和快樂 至少我的兩個 但你可能經濟上會有一些 會不是那麼好 會有一些焦慮 但他們其實也並沒有後悔去做過這些事情 對 所以我覺得 在影片裡面 其實大家基本上可以看到 包括我自己去看待的態度 並不是說他是夢 因為我覺得 這些長輩們給我更多的 其實是某種他們對於自己生活的選擇跟態度 那生活選擇可能 但並不是說他們的金錢觀 或是他們就是 各種婚姻觀或什麼都是好的 因為我其實在裡面 雖然說大家剛剛看預告有很多私人的東西 但對我來講 其實我在剪接的時候 其實我有一個底線是 那件事情它必須要是 可能後來比如說我們年輕人去參與運動裡面 生活上也會碰到的事情 所以我還是要他有某種公共性 就並不是說裡面去談論某個緋文 或是什麼等等的 我那時候我並不 就那些東西 我就是 可能就是 也就是私下聽聽 因為對我來講 我會希望 我剛講就是我會希望有一個共感 那共感就是 很可能我們 在做這條路上 我們也會遇到 那這件事情 對我來講 它才有意義 就等於說 他可能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他可能做了一些選擇 那那些選擇 他值得 後來的我們參考 那甚至 我覺得在影片裡面 呃 但就是 是我自己講的 但是到時候大家 就很歡迎大家去看 這樣子 就是對我來 但至少對我來講 很多時候 他們某些決定是 呃 勇敢的 雖然說不是全部 只是包括 但比如說 我對康大哥 或對心結 或有些東西 他們有些選擇 我是不認同的 但基本上我無法否認 他們是 非常做自己的人 這樣子 對 所以我覺得在某種意義上 就是 對於所謂的歷史 這件事情 尤其當它做為一個電影的呈現 我覺得 必須是這種 所謂 這種 它可以跨越時空 或是所謂政經條件 這種 生活上的共感 它其實對我們才有意義 就是 並不只是去 呃 並不只是去寄出過 他們如何抗爭這件事情 那這是我電影裡面 在 在想去處理的 對 所以等於說 呃 狂飆院 很多人都說 它是一個狂飆的年代 就是在文學上會有很多東西上 那對我來講 它的確是 一個夢 就是 也可以自嘲以後說明 我們會自嘲覺得 欸 就是 就是 318C場夢 這樣子 之類的 我不知道 但 至少我是怎麼去看待這個東西的 那至於末代 那是另外一個 就是 如果等下最後有時間 我再回答那個問題好了 因為那個我要另外開一個 就是因為它是另外一部片的名字 這樣子 但我覺得 我做這些東西 基本上它都還是 一定是有 有一個意義跟共和 就它其實沒有那麼虛無 對我來講 它過程裡面會有困惑或迷惘 但我覺得它不是一個那麼虛無的 那的確 我們需要有所抗爭 有所爭取 它其實 整體社會其實對於1989年代 尤其從他們的長輩們的口述裡面 其實社會是進步的 儘管比如說他們對於現在民進黨 有很大的不滿 或對於現在社會有很大的不滿意 但 作為一個就是 減90年代之後出生的人來講 我的確享受了非常多這些東西 對 所以整體 我也相信這個東西是一個 比較正向的 對 我如果可以加一個目標的話 我會用真心兩字 從你的介紹到我所看到的 其實你表現的是那一代的 那幾個人物 我看到的是真心 謝謝大哥 希望到時候你有機會去看電影 好 有三月會上映 到時候我們你可以去看一下 歡迎自己看一下 好 我們時間差不多到九尾半 我們告一段落 然後 待會兒導演還會留在這邊 然後大家私下還有問題 可以繼續跟他討論 那其實 這場是2020的第一場職務 然後特別在選前辦那場職務 我一定從不上想要圖現說 看現在很多真正人物出來選啊 然後現在大家為了選票 就是真的 爭取的 就是你死我活這樣 大家要強調就是說 除了政治人物之外 不要其實作為我們的一些小人物啊 在場就沒有候選了嘛 就是相對於政治人物 我們小人物啊 其實 每一步那種 決定啊 然後 就不要 那麼的 嗯 覺得自己好像自 沒有用的小人物 因為所有的政治人物 所有的政治運動 社會運動 都需要大家 盟從他的努力 跟協助 跟投入 才能完成一件大事啊 雖然這些人 可能不會被記錄 但 未來一件事情的成功 就 至少在心理上 那當時我做出這樣的決定 跟當時我做出那個投票行為這樣子 好 那我就 下一個 有點不太知道所謂的結論 但總之 很謝謝大家今天來 參加這個責務 然後下禮拜見 謝謝